先红到上甘岭战旗 我先是 我先是 盛夏时节热浪滚滚 简短的临战动员后 一场战术示范演练随即打响 上甘岭特攻八连官兵迅速登车 向目标发起进攻 在这样高温的环境下进行战术演练 既考验战斗技能 更考验战斗精神 作为八连的一员 不管环境有多恶劣 训练科目有多难 我们都会应用冲锋 完强战斗 七十年前 八连先辈在上甘岭战役中 以气圣刚 创造了迷一样的东方精神 七十年的接续传承 只吹冲锋号 不打退堂鼓的联魂 早已根植八连官兵灵魂深处 成为深入血脉的圣战基因 作为调整改革后成立的 首批空降机部联 八连官兵主动请应 围绕指控通信 兵力配置 火力协同展开探索攻关 先后功课 分级组网 火力分队运用等 多项训练难题 在战斗力转型介绍中 作为八连官兵 就要敢于当先锋 打头阵 主动破解难题 如果遇到点困难 我们就退缩了 那么只吹冲锋号 不打退堂鼓 就成了一句空话 我们怎么对得起连队的荣誉 又如何向连队的战斗力负责 随着国产运20 大型运输机的列装 为了提升部队重装突击能力 八连接到了运20 高原空降空投视讯任务 面对全新机型带来的挑战 八连官兵吹响冲锋号角 圆满完成装备装载投放 特勤处置等客目 为大部队实施高原地区 集群散降积累了宝贵经验 去年八月 八连官兵随队出征 参加国际军事比赛 2021空降牌项目 客服参赛国家多 比赛客目难 使用俄式装备等诸多因素 取得总评第二的优异成绩 也在国际舞台上 展现了中国空降兵的战斗风貌 上甘岭战场上 连队的先辈们 面对那么强大的敌人 都毫不畏惧 我们有什么好害怕的 虽然参赛选手 都是各国的精英 但我们敢打敢拼 积极应战 为连队争了光 也为中国空降兵争了光 在上甘岭英雄战旗的指引下 八连官兵吹响新时代冲锋号角 在战斗力转型浪潮中 永攀高峰 近年来 他们围绕提升全地域 全天候空降作战能力 先后奔赴高原 大漠 丘陵 草原等不同地域 展开实战化训练 围绕空降战车运用 高原时装空投等领域 展开难题攻关 成为联合作战体系下的 一把尖刀利刃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 八连官兵将继续发扬 指吹中风号 不打退党鼓的连魂 以冲锋姿态投入列兵备战 不再续写连队新的辉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